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是佛罗伦萨历史的第三讲 我们也是讲佛罗伦萨在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是我今天不会讲那些达恩奇、米开朗基罗 或者那些黄金时代人物的那些非正常 今天讲的是正常的历史,而不是讲那种艺术大神的 我们讲到黄金时代 前面稍微回顾一下,1250年佛罗伦萨是实际的 你们1282年是确立了韩国民主制度 建立了人类内上的第一个资产经济争权 1282年和1340年就在佛罗伦萨与毗萨、吴卡西娠娜、托斯卡那城市 成功竞争,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意大利成功之中的一个大国 然后呢,1346年到1353年发生了黑司令 1353年以后呢,佛罗伦萨有过一次清津文集 并且导致了1378年数末国民旗 建立了人类内上第一个工人政权 马克思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老幸福了 又是斯坦斯,又是工人阶级 到1382年的时候,工人阶级政权是失败的 大航会的统治权力恢复 从斯坦斯的1382年开始,佛罗伦萨虽然还是民主政权 但这个权力开始越来越济重,越来越济重 这个我们跟我们讲到 1382年以后,佛罗伦萨政治有一个特点 首先,大航会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 权力向社会精英积重 另外一个特点是,人文主知识分子 对政治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这点跟人生与唐普太一样,就是那些文人,文化人 我们如果看佛罗伦萨历史的话 除非这个文化人,本身确实对政治不感兴趣 他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 能躲开就躲开 但是很多佛罗伦萨那些人物 多多少少都参与到佛罗伦萨的政治局里面来 一个很重的原因就是佛罗伦萨这个民主社会 实际上是个精英民主社会 是社会的,我讲的那个首脑 每年五十四个人可以当上最高行政长官 一个十来万人的审视,精英皆次的理由 大家都能进入政府 这也是导致了一些人文主义知识分子 对佛罗伦萨的政治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佛罗伦萨的重点理 佛罗伦萨的那些著名学者 有多少都不同参与了佛罗伦萨的政治 这点特别喜欢 这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之前讲过淡丁、佛罗伦萨 淡丁是参与政治的,以前被流放了 但流放了以后,他开始写诗 写他的神曲 那佛罗伦萨、彼得拉克 实际上都是政治圈子外的人 他们自己有个文化圈子 但是从这时候开始,你会发现 那些著名的人都参与了政治 很少有些,达芬奇是故意的,我就不喜欢政治 哪里人到革命,我就逗派了 那是达芬奇这个人的个性 别的人都参与了 然后呢,实际上是一个特点 以米兰为主的独裁政权 对佛罗伦萨的民主政治产生巨大的问题 这个我后面介绍了 特地要介绍一下意大利的这个建筑 我们讲过古希腊的建筑 由希腊城邦发展到一定程度 各个希腊城邦,除了四八大以外 都出现了建筑政权 意大利也是一样 那些城邦本来是自由的 脱离神圣伦罢,帝国以后 这些惩罚纷纷,成为共和国 那么都出现建筑政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规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假如说大家是无政府状态 组成一个政府以后 就算你努力地搞成共和国 或者像佛罗伦萨这样 采取种种手段避免独裁政权 但是,比如说你当官人掌权了 你总过会跟别人发生矛盾 不是说你小独裁 没想你自己就能让人变成独裁了 然后你当官人,你要给你儿子组下 那你儿子就继承了你的位置了 所以多数上这些政治都变成独裁政权了 那么,意大利这些城华跟古希拉什么还不一样 意大利城华,它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 总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它被欧洲包围战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理论上呢 它是十亿荣瓦帝国的一部分 北意大利是十亿荣瓦帝国的一部分 南意大利呢,本来是半战亭帝国的一部分 后来它就变成西班牙国 其实是西班牙国,承担布洛斯,西里王国 它们都还是整个欧洲中世纪封建圈子一部分的国家 所以那些建筑,跟古希拉建筑 古希拉建筑,这就是独裁者 通过什么政变上台来不到 意大利的建筑不建 有的时候它还被什么皇帝封墨为什么什么的公爵 什么什么的教皇封墨为这个地方的大主教 它还是名正言顺的 对吧 1300年以后,除了威尼斯和弗洛斯以外 几乎所有的意大利香港都走上了个人或者家族的独裁统组 这是当时一个特点 威尼斯,他一直自认为最后的威尼斯 至少当时的威尼斯,他基本上不认为自己是意大利的一个国家 威尼斯更认为自己是地主派东族的一个国家 威尼斯主要就一直在西班牙的地方,而不是在意大利 所以他和意大利也有关系 而且,我先讲,威尼斯这个千年不符合 另外一方面,威尼斯他有独裁的意念 威尼斯总共是终生命迹 一代当选威尼斯总比以后,到死都是威尼斯总 这就有独裁的意念 先讲,威尼斯这个政体以后 再讲,威尼斯这个政体的复传有意思 比佛罗伦萨比,欧洲别的国家都要稳定 威尼斯就这个阶段 除了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以外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走上了个人或者家族的形式 首先,他有一些旧的宫建国代,比较有名的就是威尼斯的死亡国 它是,等于是中文世纪,不是本义复兴的国家 不是近代的国家 它就是古代的 我以前讲过威尼斯的死亡国怎么来的 对吧 幸福的宫建国家就是米韩公国 我特地介绍这个米韩公国 公国就是公决,作为王国就是国王,是讨厌 公国就是公决,是最高层,是君主 由人文主义者占据法律权的佛罗伦萨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抗议者 这点特别挺厉害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句话 叫历史,是什么人出写的? 历史是由圣役者出写的 意大利不是这样,至少文艺复兴是这样 历史既不是由圣役者出写的 也不是由失败者出写的 历史是谁出写的?是佛罗伦萨里写的 佛罗伦萨出的不少历史学家 在整个历史历史上他们写的 他们是站在佛罗伦萨自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历史上去写的 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都不是好国家 可以这样说的吗 正是因为他们占据的华权 佛罗伦萨之前已经有淡定有博大学了 后面有大堆的这种学者 到后来欧洲人看书 欧洲每个有学问的人读书吧也读书 但你们的神取买,读那些书吧读的都是 佛罗伦萨人写的书 包括历史书也是 我特地要介绍这个米兰 米兰呢,今天大家都知道 我住的一个人是米兰 米兰是一旦一个北部的一个大城市 今天也是一个大城市 米兰是当时有个叫威斯·孔蒂家族 威斯·孔蒂家族不是说米兰的威斯·孔蒂家族 孔蒂家族不仅仅在米兰 但是北的大地的家族 这个家族有很多,庞西根之百,是大家族的很重要 史书上最早关于这个家族的记载的是 1180年代,这个家族在比萨和比萨统 在沙丁岛,他是个旺族 比萨就有这么一个家族 而且1270年到1270年,教邦格列高利时事 也是出自个家族 米兰也有这个家族 最终,我讲过的最终怎么承认呢 米兰也承认,你说皇帝是 我臣服米兰 皇帝也承认,米兰可以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 皇帝都能干涉米兰的内政法 这样米兰就等于生机独立了 但是给皇帝点面子 1240年起,有个叫德拉托雷家族 他们实际统治米兰了 1270年,威斯·孔蒂家族 当时有一个人登上历史舞台,叫奥孔内威斯·孔蒂家族 他担任米兰的大主教 德拉托雷呢,他担任米兰的执政官 这个呢,担任米兰的大主教 两个家族开始火兵了 到1277年到1310年,威斯·孔蒂家族和德拉托雷这两大家族 争夺米兰同时 到1310年,这个具体过程的很复杂就不说了 反正1310年,威斯·孔蒂家族就选出了 马特尔一世维斯·孔蒂家族 他受封为米兰公爵 皇帝封他了 米兰正式成为一个军聚之国家 公爵 欧洲当时不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企固 有的是国保,有的是公爵,有的是国爵 米兰就是一个公国 此后米兰跟意大利别的情况一样 他经济一样的,开始上升 米兰的经济有经济基础 特别重要,不像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羊毛加工业 和银行这两大经济处 构成了佛罗伦萨整个经济 米兰这个经济更厉害 米兰靠什么,军工 米兰是当时欧洲的冰箱厂 各种最好的亏点,最好的刀件都是米兰生产的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米兰的军事力量也比人家厉害 因为它生产军工的器械嘛 那个时候还谈不上这个,还是两边界时代吧 火枪到1800代的时候,也很投机了 但是这个时候,铰匠也很重要,刀件也很重要 米兰是生产这种事,米兰以这个为工业基础的 所以1353年以后,米兰开始大规模对外国商 这种通平方式采取各种方式 有的就说,当地城堂有矛盾,米兰军队介入 真的战略了 有的呢,米兰会把当工的,因为意大利的城堂都出现建筑的嘛 建筑跟建筑之间,米兰这个大建筑可以去统治你这个小建筑 或者委派一个人过来 通过这种目的,基本上 1382年以后,意大利形成以弗罗伦萨为所的民主政权 因为米兰为所的,军主主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对方 为什么呢,米兰是越来越强大 佛罗伦萨在兔斯坦达也没有对水,越来越强大 这种情况下,米兰这个势力开始向兔斯坦达靠过的时候 就剩下佛罗伦萨在抵抗他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史书一留下大量作为报军的米兰公主的形象 这个就是维斯坦的家族,他们那些欧洲贵族吧 维斯坦的家族其实不是那种中世纪的,真正意义上中世纪的贵族 是等于新的经济体系,文艺复兴产品的贵族 中世纪的贵族应该是什么? 比如说越岸漫人的后代,酋长的后代,法国、英国、西班牙 都是这样的人,要么是维斯坦达靠人,要么是越岸漫人的后代 他就是通过自己在米兰经济发展起来的新兴的那种 包括后面佛罗伦萨的美帝西亚伙也是,他们是新兴的贵族 他们也有组会,这就是维斯坦的家族 这个组会满下来,因为蛇 蛇嘴巴里野边吞这个人,当然投出什么名人 这个贵族我们研究过 史书一流下来,大概作为宝军的米兰共军的形象 这个呢,我们说吧,历史是弗洛伦萨的写大 弗洛伦萨自然长期对米兰是对抗的 所以,弗洛伦萨自为自己是民主 米兰那些都是宝军 比如说,米兰有牛的宝军 这个独裁统子非常想,见识一下谁 弗洛伦萨也这样记得 还有,宝军喜欢打猎,到时候打猎,国家也不管 反正我们东方国家,包括西方国家 在这种军主基督上的那些罪行 在几代米兰公军身上都有 这个,那个谁写的书上 弗洛伦萨人有关于米兰的说 有这样的事情,弗洛伦萨人觉得都是适可认识不合 就米兰公军死了,他老婆死了 公军夫人死了,他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挨打了 这个放在我们中国好像 皇后死了,当然全国人民要挨打了 但是,弗洛伦萨人把这个作为暴君 米兰公军的这个罪行写出来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特别是最后,中间这些 米兰威斯侯迪亚罪有100多年的历史 1385年,有一个捷安加莱亚罪威斯侯迪亚罪的人 通过政变夺取米兰公军之后 本来美兰威斯侯迪亚罪是被毒死的 反正公军政变嘛,很正常嘛 米兰公军这个很多 这个吉安加莱亚罪这个人还是这么多能力 吉安加莱亚罪威斯侯迪亚罪继承之前的米兰政变开始大规模的扩张 到1402年左右,米兰公国实际已经控制了 北、意大利、北部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唯独库洛伦萨运行为下 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 1402年 弗洛伦萨已经被包围了 实际上,从1384年开始 米兰已经与弗洛伦萨生战 当时米兰也是干托斯卡拉这些内政的 到1390年,弗洛伦萨每当遇到困难就找到法国 弗洛伦萨跟法国有特殊的关系 从法国召集园军 弗洛伦萨很坏 这个园军不是到弗洛伦萨来帮弗洛伦萨 法国不在那边吗 从前来打米兰,迅速地被米兰打败了 那时候法国这个立法版的战争 法国确实不怎么样,不强大的事 1401年,米兰又打败了德国军队 北面新生罗马德国一支军队进入米兰 又被米兰打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米兰已经很牛逸了 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强国 然后呢,弗洛伦萨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跟威尼斯解决 弗洛伦萨这帮文人经常会民主自由 威尼斯,你也是共和国啦 你也是自由的,米兰它是暴征师不才 我们普洛伦萨和威尼斯,我们要好 我们都是共和共和国 一开始,威尼斯这么想 但是呢,朋友有些人都靠谱 最后的时候,长期在普洛伦萨和米兰也被打破 这个米兰很简单嘛 威尼斯,我给你多少钱 或者,各一个什么城堡给你 你不要跟富洛伦萨结合 威尼斯这个国家是很适应的,很适应的 这我们看历史上 1402年,米兰军队在围攻佛罗伦萨的同时 这个捷安加勒亚图开始准备盛大的议事 准备撑意大利亚王 他一边来自其中,他突然死掉 他包围富洛伦萨这件事情,这个也结束了 这件事情对富洛伦萨的影响其实相当巨大 有个叫萨尼塔基的人 1370年起,长期担任富洛伦萨的首长会议的秘书长 这怎么回事呢,他叫首长会议 我讲过,九个首长,九个人 两位要换一次,这个叫走马登斯的换 但是他有秘书长,给他们做秘书长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几十年不管的 所以这个人,他后来当这个秘书长的人 实际上都有权 但是他担任这个秘书长的人,往往又是学者 你看后面,马加菲利也担任过这个秘书长 布鲁尼也担任过这个秘书长 而且一担任过,担任十几年,二十几年 布鲁尼也担任几十年,这个秘书长 这些人都是学者 他是一个一方面是当初杰出的学者 发授出大连的习牌的,希腊罗马小作品 在与米兰的对抗中,萨洛卡蒂不断发表演说 金利富洛伦萨人民 同时又参与大连的外交活动 用自己出色的文品,鼓动各国 以及米兰天赌的属地反对米兰 这家伙就是说,网上有气很脏 就有点像西塞罗啊,或者那种 就靠文品,写,骂这个米兰天赌的宝军 我们佛罗伦萨人民怎么自由,怎么怎么怎么 结安加勒亚族曾经说,萨洛卡蒂一直出现 诸一地上千军万老 当然也有点怪大 但是最终,你看 结安加勒亚族在围攻佛罗伦萨人民说 还没攻克佛罗伦萨人民,死了 这场战役佛罗伦萨人民算大 对吧 萨利塔吉有个学生叫布鲁尼更厉害 他不是佛罗伦萨人民 他1404年来,他是萨利塔吉的学生 他自从萨利塔吉推荐成为教后的律师 然后他在当教后艺术期间 他赚起了十二句的佛罗伦萨人民史 我觉得布鲁尼的文品,这个时候肯定挺好看的 但是我没找到这种药 还是确实有中国人把它翻译过 他因为写了这本书 获得佛罗伦萨的人的极大特色 由此,佛罗伦萨是为了他公民权 并且在1400年到1414年 以及1420年到1414年 一直在年佛罗伦萨首长会议艺术上 这是个文艺 他经常古希代文和拉丽文 一生发觉真理古典人类 他的另一篇非常著名的作品叫《佛罗伦萨首》 这篇文章我要测诸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佛罗伦萨首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首》 它是三万一字的片段 还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佛罗伦萨首长的小册子 这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篇文章代表了一代佛罗伦萨人的明显的追权 那个是台佛罗伦萨人 所以说在中文世界我没有找到完整的《佛罗伦萨首》 但是找到很多书上引用它 所以我也没找到这本书 什么时候没有一个中国学生 这是太短的 怎么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把这个特别翻成中文的 因为它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佛罗伦萨小册子 所以它分成四个人 第一个,佛罗伦萨的地理和佛土人情 这就很夸张的 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太好了 它的地方不冷不热,气候正好 它又不是靠海的城市 靠海的它容易遭到攻击 它离开海岸现在也不是太远 这样它也能发展模机模拟 所以它又在平面上 它有一条河通过它 一条河内也不经常发洪水 反正佛罗伦萨的地理位置是十样的 佛罗伦萨的人民,历史传统 他说佛罗伦萨这个人,我们是罗马人的国家 特别佛罗伦萨讲的,我们不是罗马帝国之后 我们进行的是罗马不和国 在佛罗伦萨和撒尔塔的观念里面 凯撒、二大维都不是好多次 是他们破坏了罗马不和国的传统 而我们佛罗伦萨人进行的是罗马不和国的传统 我讲佛罗伦萨的美德 佛罗伦萨人是最厉害的 最后,不夸张 我们不是夸张,不夸张,不过分 每个人需要都很好 金宝斯的什么高尚的品德 能理解完之后,把佛罗伦萨人了解的解析就是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呢,他也读过压世纪的诗诗 压世纪讲的中庸之道 智慧是什么,智慧是狡诈和愚蠢的中庸 太聪明了是狡猾 太过来叫愚蠢,智慧是中间最好的 勇敢 勇敢是莽撞和融络的中庸 有的人太胆猜,胆猜就叫莽撞 勇敢是居中的 佛罗伦萨人居为这样的美德 整个佛罗伦萨是个平衡的国家 平衡的人民也是平衡在平衡的 但是,当佛罗伦萨一个有敌人来侵犯他们自由的时候 佛罗伦萨要捍卫他们的民主基督,捍卫自由 一个马上就变成勇敢的战士 还介绍佛罗伦萨这一次,被他讲的简直吹到天上去 我找到一些片段给他念一下 他说,这是介绍佛罗伦萨这一次 首先,在人们眼中,代表国家主权的最高手 处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气质当中 因为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九个人 并且他们的任期不是一年,而是只有两个月 人们设置这种政府管理方式,是为了佛罗伦萨能够得到更好的组织 因为多人设置有利于修正决策上的错误 而交往任期,则可以抑制厂邦可能产生了优有感 他介绍佛罗伦萨的九个人,每个人担任两个月 我觉得这个政府是多么的完美,这样说了 在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是使公正的法律居于至高无创的地位 没有公正就没有城市 或者说如果那样的佛罗伦萨就没有资格称为一个城市 其次是要提供自由,如果没有自由 这个城市的违干公平将决会觉得身份毫无意义 这两大原则结合在佛罗伦萨建立的一切制度和法律中 他们如棋制那样,尽人棋制 这里是否每一个人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除非处理资源,他的财产也不会转账于任何一个人 法官和政府人员都互动尽职,即使是最高法院也都公开审判 一切阶级都置于法庭声明之下,法律为民众的利益服务 制定法律以有利于公民为本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佛罗伦萨特亚物,每个人敞开更多的在法律上的平等 也没有任何地方自由发展的,如此生机过魔妇人和穷人,能如此平等的对待 这两本我是说的,两本不错的书上走来 不如你在文凭,怎么样 一四零几年写的这个文章,你们想一想,中国是明朝刚刚建立的 还有他想怎么跟米兰打仗的 那个时候,全意大利有谁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与自业与之亢奉 当这个地球让所有的人都闻风丧胆的时候 谁能够面对他的进攻而坚持到最后一刻 要知道,他的名字不仅震慑了全意大利 连阿尔卫斯山女主的民族也心争胆战 但是佛罗伦萨坚定的心从不知未去 也不会考虑放弃一点荣誉 佛罗伦萨人知道罗马祖先素有抵抗外敌,保卫意大利自恶传统 佛罗伦萨人也时刻准备着,为了唯有的祖先刘川川的生命而迎接勇和挑战 缓出这样的理想,佛罗伦萨人斗志而扬投入了战争 他们的信念要么是光洞的国人,要么是英勇地去死去 这种士气高的城市,以及他能真善向的士兵就这样投入战争 与兵强马装的敌人队伟,在正式的敌军不久前 还在全意大利廖五年为自诩天下不停,而今却被逼得到巴威尔城下后,也设设法的一次旧老兵 把佛罗伦萨和米南这样摘得描写得这么好 这一方面我讲出,这是当时佛罗伦萨人的一代的梦想,一代的理想 以及他们想象出的理想 其实佛罗伦萨也没这么好,对吧?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撒罗塔提布鲁尼这帮人,这个文章吧 写到的另一样之处 我过后,佛罗伦萨从眼里看出,当时就是这个佛罗伦萨人的自信 有一句话我没念 当一个佛罗伦萨人受过欺负,受到别人,受压迫的时候 他只要跟别人说,我是一个佛罗伦萨公民,他就不怕了 佛罗伦萨人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就是当时 这就是普遍介绍的布鲁尼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上布鲁尼受过这个世代 佛罗伦萨已经从以前的这个,最最民主,最最民主 当于权利最多的时候,是书莫护仁奇迹,比赛七八点的时候 布鲁尼所在的这个世代,他的权力已经开始上危机下来的激动了 虽然并没有一个谁宣称,我是独裁者,我是军林天下,我是同志者 但实际的权力已经归到一个,后来的故事上,克什勿美迪七十 布鲁尼不是不知道的,布鲁尼还是他的笔杆子 就是写这种东西的人 布鲁尼自己本身也是特别是,我后面介绍的 他们这批人都是精通希腊人,精通牧师,希腊、拉丁 为整个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而虚然做的 我继续介绍到他讲的米兰跟米,布鲁尼莎战争 1400年,吉安加勒亚作威斯福尽史 他的米兰帝国迅速解决,他的几个志愿者也开始内战 这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宫廷头人,他的几个儿子孙子 几个儿子孙子,打着打去 1400年,米兰把比萨,比萨在139万元就被米兰占领了 所以,布鲁尼莎终于实现了160年代的书冤,占领比萨拥有一个出海口 布鲁尼莎跟比,比萨,就比一下 如果听过我上次讲座,打了一百多年 比萨以前被热纳亚打败了,海叉已经不行了 陆地上背后又冒出了个布鲁尼莎,越来越抢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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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打 这个时候,布鲁尼莎,比萨已经不能决定自己的命了 比萨已经归米兰,归米兰统治了 然后,米兰一看,米兰不是败了吗 败了几个人内战,内战的时候,大家都讨好佛罗伦萨 不光是比萨,一大块地方各样的佛罗伦萨 从此以后,比萨就属于佛罗伦萨 后面我们再讲,16几几年,再过去200年,家里略出生的时候 出生在比萨 这时候已经讲清楚是比萨还是佛罗伦萨 比萨已经佛罗伦萨一部分了 比萨和佛罗伦萨距离有多远?80多米才 你看,上海道速度是几个距离 80公里,上海道速度有距离 没有80公里,上海道速度有距离 没有80公里,上海道速度有距离 反正不是很远的距离 今天我查过谷歌记者 开车,比萨到佛罗伦萨一个小时 我告诉我们一个小时,80公里 米兰帝国蓄属接近 米兰在意大利北部的大量领土 被维尼斯战里形成为维尼斯在意大利陆地的领土 维尼托我讲过 维尼斯本来是个岛 他本来主要是靠集中海,东部这些地方 由于跟米兰,用米兰帝国崩溃嘛 大家都赶快抢 维尼斯这种国家最快了 赶快抢地方 维尼斯就向意大利内地推进一大块地方 维尼托 然后呢,米兰后来十来年 一直到有一个人叫 菲利普·玛利亚·维尔斯弘帝的时候 一个维尼斯弘帝家族的人 名字里面虽然有玛利亚,但这个人是个男的 他才稳定了对米兰的统治 米兰重新开始对抗佛罗伦萨的维尼斯 因为米兰开始收拾三军 这个帝国开始恢复了 各个地方都开始稳定住了 又开始跟佛罗伦萨的维尼斯对抗 菲利普·玛利亚·维尔斯弘帝 恢复并稳定了米兰公国之后 又开始为维尼斯和佛罗伦萨重启了 这场战争就是1426年到1428年 之后呢,1432年到1433年 又一次佛罗伦萨和维尼斯结盟 米兰和仁阿亚结盟发生了一场战争 这几次与米兰战争来 佛罗伦萨都没有占到便宜 所以我都不详细介绍了 维尼斯是到达加拿大的便宜 这个战争还当是大仗 我已经讲过意大利战争 刚才佛罗伦萨能真善战 佛罗伦萨不能真善战 这时候打仗为什么要花钱 全是雇用兵 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说到的二战时候 意大利就是个笑话 虽然是个笑话,网上有很多战斗的意大利人 如果意大利是一个中意国的话 你要用十个尸去防止他突然爆发 十个尸锁在背墊上 如果意大利是你的敌人的话 你要用二十个尸把他打败 如果意大利是你的朋友的话 你要用四十个尸去保护他 这是个笑话 当然意大利也没这么错 但是从这时候开始 我们看意大利就不会打仗了 文复兴一直在意大利是有钱的 所以意大利就是起点打仗了 意大利也突然有打仗的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的一龙兵 所以将军这些打仗其实都不是米来人和弗洛伦萨人在那边聘辞的 不是 都是那个王他花钱找这个人 你给我去打米来,他就这样花钱 顾应兵在意大利正将的有好的一名,有的顾应兵 顾应兵已经前面几大集团了 我们今天说一下公司 这些公司就等着你们这些意大利先打仗 他就可以赚钱 顾应兵的主要目的,他是会赚钱 所以乌尼米打仗以外四日都比较少 你别看这个意大利战争打成这样 其实死人死的并不多 后面有一场战争之后 著名的战役 靠被文复兴的像画家画的简直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真正的打仗,据说就死的两个人 都马上摔下来掉在荷里耶斯 都不是真正的兵死的 都不是真正在战事上打死的 所以这个战争是花钱的 主要是花钱去请顾应兵 谁花钱花得多 顾应兵打仗的厉害,就是打赢就打赢就打赢 就靠这个 当然还有靠着外交好呢 就是富尔伦萨里有一帮门人,能写 能骂人,打不过你,你骂死了 富尔伦萨里有这么一帮人 但不管怎么都去引起花钱 而富尔伦萨因此觉得 有一讲述是富尔伦萨形成的二二比其派和连迹其派两派 其实二二比其派要是一个家族 美的其派又是一个家族,就是两派家族 这时候美的其家族就兴起了 文艺复兴时期,美的其家族非常重要 不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后面 美的其派在过程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富尔伦萨的开银河版 我们从历史上看 我们看到第一页,翻开历史的第一页 找到美的其家族的时候,它已经是银行家族 有一个银行叫美的其银行,是他们家开的 这个家族怎么起源的呢 一说是起源于医药,是卖药的 不是银行,反正就是卖药的 人家说了,美的其家族有个徽章 上面这个红颜色就是五个药板 然后有人说了,美的其这个词,你看 应该会取过,是吧 这就是药,他们家开了 美的其家族自己不承认了 美的其家族自己说故事就有个骑士 反正有个神话故事 这个骑士遇到一套巨龙 然后就把这个龙给杀了 杀了个查理文大致知道,就封他为骑士 然后呢,他因为用盾牌跟这个龙打仗的时候呢 他们有个盾牌嘛 盾牌上有五个地方被砸凹陷了 砸出五个骷髅来 也不是骷髅,就是凹陷了 所以他这个就是盾牌上面用我们的红颜色,我们的凹陷的地方 美的家族自己这么说的,要美化一下自己的祖先 但是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 但肯定是,它是个猩猩家族 我们在以前呢,什么贵啊,福啊,齐摩林牌 那时候,斗争的时候,没看到美的其家族 以前,我记得我讲过正义法案的时候 不允许贵族进入政府了 那美的家族肯定是猩猩家族 不算贵族 但是呢,它是银行家 书高工人齐的发动者 我上讲的就是这个萨尔维斯特的美的其 是他要求人们拿起武器的 所以你看,这时候美的其是站在那个 可能是站在工人里面的 萨尔维斯的美的其是我们在佛罗伦查理上看到第一个 美的其家族的宅路透霄 出现了针灸的太阳人 然后他们一直是站在工人里面的 后来工人齐失败,他是被流放大 所以他 百度这东西真不能形容 我查了百度说 百度就在说是他镇压工人齐的 他是发动工人齐的 百度这种文字 这种文字简直就是,你不知道谁写的 他是镇压,他怎么会镇压 他是发动工人齐的人 怎么会被镇压工人齐的人 百度,看百度一定要小心 然后呢,有个叫林文浩加乔范尼维斯 是他的堂底 这个人呢,对镇压工人齐 他是靠经营一趟致富 跟人员非常好,乐善耗食 并且大量对穷人发购小贷款 以及是求人成业 这一方面,得到全大量的富人参业 富人参业,那种穷人其实也穷了 在整个欧洲这些穷人也不算穷了 只是对那些小人物发贷贷款 让他们创业,让他们去做生意 很多人就发财了,就改给他 他不是施舍,不是直接把钱送给你 发贷款,他还没收回来 你创业成功,他也能赚钱 所以他的银行发贷贷 而且乔范尼这个人,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是每两个月,欢九个人,抽签,抽到他了 这个时候,我不当 不当不允许的 不当要罚款啊,当时要罚质款啊 抽签抽到,你怎么可以不当呢 那我就叫钱,我就不当 我本来当就不收到 据说有这么回事,我没有查,考证的话 他那是不关心政策 他有个儿子叫克西勿美的西 他在他死了以后,就掌管美的西民航 他开始参与政治党 所以刚才说的,阿尔比奇家族跟美的西家族之间 为了跟米兰战争这个事情 跟米兰战争开销了大人的钱 产生矛盾 美的西家族包装 美的西家族站在大人跟佛罗伦萨的人一边 别打了 没意思啊,我们佛罗伦萨占不到什么便宜 以前呢,米兰已经包装我们佛罗伦萨城了 当然我们要抵抗 现在又好,就是为了跟他抢什么地方的一些城堡 抢一块地皮,抢一块什么,没意思呢 而阿尔比奇家族是大航会的 他是主张要跟米兰战争打合体的 阿尔比奇派,主张继续对米兰用兵 1433年,克西勿美的西因为反对阿尔比奇的人反而被流放 但克西勿这个人拥有巨大失望 所以阿尔比奇家族再要把克西勿,这是传说故事 把克西勿美的西方抓起来都不敢抓他 不敢公开地把他抓起来流放 敲一下子请他吃饭 派人请他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得到一个命令 首长会已经决定没有把你流放了 我也不想流放你,没办法 请你跟我走啊,刻刻紫紫紫的把他送出佛罗伦萨城 伊隆特曼还保护他,把他大概送到威尼斯去了 他银行家嘛,到处都有钱嘛,到处都有产业嘛 一路上,好多人就欢迎他 因为克西勿美这个人名声相当好 唯一一四人都知道他,这是史书章这样说的啊 史书竟然不是人参加一些 结果到了1434年9月份,抽签抽出来的首长团呆 都是站在克西勿美的,反对阿尔比奇的 他马上下令召回克西勿美 对吧,因为佛罗伦萨这个季度嘛 两个月换以后,换到这一位 正常的那九个人全都支持了克西勿美 于是呢,1334年 克西勿受到佛罗伦萨人们应允许款的换银 迎接回来收客 很重要一点,为什么应允许款换银 佛罗伦萨因为跟米兰打仗 政府已经亏出了,没钱了 为什么换银克西勿美回来 银行家有钱了 这也是个理由 他一回来,跟米兰还在打呢 还在打,没这么快 结果马上发生一个事情 一下子对他,对克西勿产生很大的影响 什么影响呢 1435年,热奈亚倒戈 热奈亚倒戈转向霍罗伦萨使得对米兰战争 结果教皇国也加入他们联盟和米兰做事 伊沙斯整个这个局势啊 对佛罗伦萨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克西勿一个人有本事 有本事,热奈亚也放歌了 教皇也在我们这一边了 都站在我们一边去拿米兰了 你看这个战争,1444年战争终于结束 各方的积极合员 这种也不是说什么,领土上的一些变化 各让给佛罗伦萨,各让给威尼斯坦 不可能灭了米兰 欧洲这些战争都这样 1444年,这场战况大弹 发生了一场米兰革命 1444年发生了米兰革命 特别我要介绍一下这个米兰革命 和佛罗斯、佛罗斯 1447年,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古地这个人死掉了 米兰这个国家的攻击度真的非常厉重 这个家伙虽然已经统治米兰了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他怕别人堵他 不跟外面人交往 只是通过匹头宣布他的命令 通过这种方法来统治米兰的 据说,大家这个历史又是说的,扎着血了 他就死了 他没有后代,他就是一个私生女 他这个私生女是嫁给公用兵队长 富罗斯、希斯克、斯福尔、扎着人 这个给人的基础称是公用兵 当然打仗都叫公用兵嘛,公用兵在林党 本来大家都以外,米兰会推举出威斯古地家族螃蟹的人出任的米兰 但是公军大臣们突然决定 那天晚上,他们突然决定,成立共和国 米兰人在永长街头,搞厚自由民主口号 一夜之间,米兰变成共和国了 并且他们宣布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名称叫安兔罗斯共和国 安兔罗斯是历史上米兰的一个大厨长,比较有名的一个人物 大家都想到社员一样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其实也是在富罗斯大厦邦的人文主义讲座的 整天就说,米兰一直都开着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对吧 我们富罗斯大厦是民主的 我们米兰是独裁的 富罗斯大厦为什么要跟米兰斗争 我们是自由对靠独裁的斗争 现在这个家里死政府 我相信当时米兰的人肯定说这个也比较强的 我们米兰为什么不能成立共和国 我们米兰为什么不能自由呢 我们米兰为什么要有共决的 我们也成立共和国 成立共和国 结果,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 这个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就做到各种国家 是所先进入的 米兰做个共和国 它本来不是透过扩张,占领了很多地方嘛 你米兰一自由了 你占领的那些地方要不要自由呢 他们也都要同意了 他们也要自由了 自由就自由 大家都开开心,自由也挺好的 为什么不行呢 米兰这个国家,它是透过扩张的 它政府不对米兰本人受罪 米兰人是不受罪的 它加入了很多别的国家嘛 富了嘛 它是对那些被统治的地方人受罪 米兰政府的钱是靠那些地方来的 因为它政府的那些地方 虽然你自由了,大家也自由了 那你米兰政府给钱了 你要对米兰人民自己受罪了 米兰人民不答应了 我们本来好好的不交钱了 现在要我们交税了 而且这个税还不少 米兰这个国家开起来挺大的 那怎么办呢 他们不给他们自由了 他们本来是有我们米兰政治的地方 我们中国那句话说 自顾一辆水球米兰人 我们把他们派兵把他们打回来 我们米兰很强大的国家嘛 打回来要靠派兵去打吧 军队在谁的时候呢 军队在这个时代 那这就难了 米兰政府,共和国政府就跟他谈 帮我们去打仗 把那些地方都收回来 那个人一开始大家都有上街头高峰自由民主的时候 他说我也支持你们 我也自由民主 我是站在共和国一边的 等到真的米兰要他去打仗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 为什么要我去打仗 为什么这个菲利普,玛利亚维斯佛提 他没有孩子,他有私生女国,三女婿 我应该继承,应该轮到我继承米兰公主的这个爵位 没有别人可以继承,我可以继承 你们给我也继承 共和国可以说我们好,无论被人共和国 我们怎么能乱继承呢 首先答应几个条件 就是你把一块地方打下来以后 那块地方就归你了 你在那边做你的生活,公主要好选不管我认识 但是你要继续帮我们米兰打仗就行了 反正这一条件,谈一谈一谈,谈到最后 这个斯图尔扎这个人还是不答应,最后打个三盘 率领决定,打坏人,我要做米兰公军 你弗洛伦萨一向是维尼斯里人 你这时候是支持共和国呢,还是支持斯图尔扎呢 你看,全是支持斯图尔扎 为什么斯图尔扎,有本事啊 他是布鲁军队长 他以前不光被米兰会用过,他也被弗洛伦萨会用过 他也被文艺斯公,也被比克多人会用过 大家就说他有能耐,会打仗 反正我只要顾上他,我就打赢了 然后呢,谈判 如果我打赢了,我给你弗洛伦萨什么好处 如果我给你打赢了,我给你伊斯什么好处 我打赢你伊斯,你让我打回去,我做上米兰公军了 我就把什么什么地方割让给你们伊斯 一直想得到一个什么什么城堡 弗洛伦萨已经这样了 结果呢,伊斯斯扎佛伦萨这时候,你看,这时候都支持斯图尔扎 你看,这时候都支持斯图尔扎 你看,这边的大力城堡,这些不一样 其实,出道别的面子 我佛伦萨如果支持你就不能动 我佛伦萨能有什么好处呢 道义还真的 1449年起 佛罗西斯和斯图尔扎开始围攻米兰城 于是米兰内部发生各地恶生,各地恶生 各地恶生,各地恶生 有人揭发了,张三,李通这个斯图尔扎 抓起来揭发 当时,主张革命的那帮人互相继练都开始 有的人想给自己有套后路啊 斯图尔扎打起来,我怎么办呢 悄悄地跟斯图尔扎,有关系 被人揭发了 以至于产生各种各地恶生,秘密揭发 严刑拷打,抓人杀人 他们说起来是为了自己的革命,能够成功 由于这个原因,米兰人,米兰人,米兰人,共和罗山 我们还是欢迎斯图尔扎 斯图尔扎进来以后 到1450年3月,饥饿的米兰人 因为饥饿的米兰人把米兰城里围扑了嘛 你没人也没吃了嘛 饥饿的米兰人打开城了 我们怀疑他们的新主任叫弗拉西斯图尔扎 成为新的米兰公军 从而开始了米兰的历史上 新的一个王朝,叫斯图尔扎王朝 这个安普罗斯共和国一共只维持30年约 但是,确实后来许多国家民主革命的一个缩影 没说错吧,都是这样 法国革命之后,到最后算成功了 法国制造军争的强大 米兰国家,你看,他没有故隆兵 军队都在那些公民兵手里 公民兵手里 公民兵想干嘛干嘛 这就是著名的安普罗斯 斯图尔扎,因为没有女性对威尼斯的承诺 米兰与威尼斯又打起来了 斯图尔扎回到米兰,做上公主了 当年答应很多很多地方,他个人有威尼斯的 他现在想,我干嘛给你啊 他就跟你讲,我问你说你没法条约啊 这次很奇怪 弗洛尔扎是站在斯图尔扎上去 弗洛尔扎加上米兰,跟威尼斯加上纳布洛斯打起来了 弗洛尔扎本来一直跟威尼斯结婚 现在弗洛尔扎叫做米兰这边了 而且弗洛尔扎还有本事 弗洛尔扎一打仗就把法国人给叫了 这次法国也签在了 然后纳布洛尔扎的威尼斯里想,你们有没有,我也有没有啊 才找纳布洛斯 纳布洛斯一打开,纳布洛斯就把西大洋人给照亮了 这两大集合就开始打起来了 打仗就是1453年就到了 传来一个消息,军事坦丁堡泄露 给一旦的一帅城堂造成了很大的阵容 这回来就讲,哇靠 再打开就是土耳其人打来,我们偷偷玩 1454年,1454年 在人文主义教官,尼古拉武士 卧选之下,各国签署了洛尔扎一条约 这个尼古拉武士特别要提前 这个教官是,后面会见到他是人类 有的书老师,他第一个人文主义教 他也是个布鲁尼,跟那些萨布洛尔扎一样 是个人文主义教,是个学者 也会写那种文章 他觉得,你看土耳其人都已经把军事坦的高给拼干了 你们再打下去,土耳其人就要打高意大利亚了 对不对,别打了 对不对,别打了,别打了 于是呢,上述这些国家 建立起一位以意大利城堂为主 没有法国、阿拉伯德、欧洲大国 参与的国籍政治组织叫智圣同伦 或者一位神圣同伦 神像国家这些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 欧洲这些国家就有这个情况 每隔多少天,欧洲那些国家就要打上仗 打完了以后,大家要签了讨论 然后成立一个组织 这是第一个 神圣同伦 后来叫神圣同伦 他们本来就是,其实就是我建立的同伦 我们是神圣的,对吧 神圣同伦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就是忽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教练 从那时开始,欧洲这些国家开始用这么一套 也是一种文化,每次打完这些国家就欠了条约 互相解决一下国家的心端 介绍一下这个美迪西兰和弗洛伦的身体组织 科西蒙·美迪西兰并没有改变弗洛伦的民主人籍 也没有担任什么勉强的构级职位 他也跟别人一样,可能抽签的时候会抽到他 对吧,有可能抽签 但是他就通过手掌,抽签前资格审查的事情去控制弗洛伦的 这个价格是很难的 弗洛伦的那九个人,不是说带子你抽签 抽签事先让资格审查的嘛 他搞了很多办法 反正我也不想一下,这个价格是很厉害的 让这个带子里的这些人,全是他的人 你看,弗洛伦看起来这个民主旗族很完善的嘛 不会确定长得在一个人手里嘛 他们还是有办法的,总共有办法 是在认为 也有多次反对他试图消遣美迪西兰的权利 但是这又没有太大成效 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弗洛伦本身,无论是精英集团 还是像一般人,对科斯多、美迪西不是比较支持的 1343、134年以后,弗洛伦萨外交上的事 已经经济文化上进步 也让美迪西获得了前所未有之光和人的支持 这点特别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像科斯多、美迪西 后面加上后面的隆重美迪西 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也确实是得得起来 也没有犯什么错误 理论上讲,他们也不用保住自己的地位 他不相信组裁者,害怕别人,害怕别人推翻他 他们本身就不是老惯嘛 只不过他依靠自己的巨大影响力 说话,算数 他说话,人听 九个官员一听 科斯多说了什么 有道理,他就说话去自行 其实就这么回事 并没有真正的实行什么 理论上讲的什么破牌,什么反对牌 并没有这些事情 甚至后来,你看啊 当1464年,科斯莫、美迪西去世 他那个儿子,匹流美迪西 以卢卡匹定为是,必须让我们展开一下 真实浩大的反美迪西运动 但是结果,说他妥协了 这些反美迪西运动的人呢 都当成过关了 所以这是个妥协 美迪西家族还是掌权的 反美迪西人呢,也掌权,也有权 他们没有原则上在政策上分析 就没有说,你说要打仗,我说不要打仗 这个没有这个分析 另外,美迪西家族的 对于精英政治统治集团呢 也是统协的 你们说该怎么办,就怎么样 双方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皮耶诺、美迪西这个人的性格其实不太好 他的状态也不太好 虽然这个人,据说他想实现 让米兰那样的图兰统治 但是,美迪西家就死了 对政策也没太理解 我们讲到古西西班牙的建筑上 也不会过三代 碰到后面的这些暴君才会被人推翻 如果后面的这些统治人也是好好的 也是受了一个爱来的 他控制自己的这个权利 有难度就不会被人推翻 接下来就出现一个重要人物 叫做罗伦佐美迪西 这些画下来的记录 都已经是文复兴时代的那些有名的人画了 把他这个以后会见上的 他是科西波的孙子 他是皮尼娃的儿子 他是在1469年皮罗死后 他实际上去 这个美迪西家人都是诗人的秘书 这个家伙就是文化水平相当的高 他同时也确实是个杰纯政策外交 他主张军事外交 努力化解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矛盾病变展 后来的历史学家 要再过几十年以后有个历史学家 叫魏卡迪西 他认为当时重组社会 唯一有名的方式就是追逐性 而包括在佛罗伦佐周围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追逐性 但是佛罗伦佐人真是自己的目逐传统 所以罗伦佐只能在共和制度下建立自己的军事统统 这是后人评说的 罗伦佐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军事统统统 只不过还在共和体制下 就像柯西蒙一样的 他没带着什么关系 罗伦佐没带着什么关系 他也没有说我是同志者 只不过他所做的所谓 都是为国家统统 你看他后来战争了 他做外交官出示一种别国 他去说服别的国家 他做了很多很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有一点点我这是我的关系 假如说不是后来 以后佛罗伦萨一起 后面再往后的理事 美帝西家的人 真正当上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 真正让佛罗伦萨变成一个军部之国家 像科西蒙美帝西和罗伦佐美帝西 可能留在历史上的名称就是伯利克里的东西 你说亚连那些人 伯利克里、埃里斯蒂尼这些人 他们只是靠个人的声望 对国家政治有巨大的影响 并谈得让史不太调整 接下来讲那个时代 美帝西时代佛罗伦萨的伟大人物具力 看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了 托斯卡利利他是个定理学家 哥伦布就是看了他们的书材是美洲的 维罗奥基尔这是画家 那是达芬奇的老师 波提切里知道了 以后会介绍 达芬奇是1452年出生 是那个时代出生的人 亚迷利加是谁啊 美洲就是以亚迷利加命名的 也是佛罗伦萨人 马基亚佩尼、米盖朗基罗 还有这个力学家 贵莎提尼还有阿富亚 都是那个时代出生的人 或者升大战那个时代的人 也就是从科西红美帝西到罗伦萨人 这个名单不全 肯定还有更多的人 我都没了 这些随便挑一个名字出来 都是想要懂的 阿芬奇说 大家都知道 亚迷利加州 比达芬奇的地球上 地图一翻开 西藏州就叫做亚迷利加州 北美洲、南美洲 美国的U.S.A.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如果你把亚迷利加州当成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 这些重要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人 这些重要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人 换句话说 也确实可以说 落地条约确定以后 基本上几十年前 意大利产皇没有战争 就算我刚才说 就算大仗也不是这帮佛罗伦萨人在的 这帮佛罗伦萨人整天都怎么刮刮 怎么刁割 也就科学了 谁去追障了 没有 对啦 希腊罗马和文化在这段时间都已经大流复兴 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 1438年 在科西方的主持下 佛罗伦萨建立起了佛罗伦萨 布鲁尼的时候已经有人说佛罗伦萨是我们的雅典 佛罗伦萨已经有自己的证明 已经有自认为自己是雅典 这不是我们后来人说佛罗伦萨是唯一的雅典 是当时佛罗伦萨已经说自己是雅典 所以雅典我要建立柏拉图学员 怎么样 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翻译古希腊诸董 开展希腊文化的教育 这段时间非常重要 整体有国话的人都读过古希腊诸董 还有一个教堂叫尼古拉伍士 尼古拉伍士是出生在佛罗伦萨的平母家庭 他是佛罗伦萨人 他是出来了穷人家庭的 他是靠自己努力好好地出神学 约神学 昨天人的品质也比较好 昨天一步一步什么主教大主教做 最后有一次选举的时候 德高望重当选召唬 在拜占基国最后灭亡以前 他就已经注意到不对了 拜占基国快灭亡了 不行了 碰不出了 他已经有意识地派人去希腊 你们希腊有学者 你们愿意到罗马来 把希腊的书给我带回来 把拜占基的东西给我带回来 已经有意识地派人从希腊思路纪书记 拜占基的英国面貌以后 更是大量收入了来自希腊的学者 这点很重要 无论是尼古拉伍士 还有科西蒙美蒂基 还是罗伦萨美蒂基 都做了这样的事情 罗伦萨美蒂基本人就是一个出色套奖家 1454年落地条约宣定佛 一直到1492年之间 意大利如果警方而言过一次有点规模的战争 这个叫巴基战争 这样是佛罗伦萨联合米兰联合伊斯基门 和教皇部和纳布罗斯打起来 这个时候教皇也不是明明了 而是另外一个教皇 教皇看美蒂基加族人不顺眼 另外有一个教皇叫巴基 为什么叫巴基战争 这就有个加州巴基家族 当时的教皇叫巴基加族把暗杀这个人做美蒂基 没杀成 大概把他的一个弟弟给杀 暗杀掉了 于是佛罗伦萨就对教皇宣战了 教皇国当时管理给他的教皇 其实就是占据罗马中备的一个城邦国家 就像佛罗伦萨一样 教皇是佛纳布罗斯的 教皇国自己其实军事力一样不强的 等于扛纳布罗斯 佛罗伦萨很简单 佛罗伦萨当时跟米兰赢一个什么业务 对吧 在联合国一起打起来 诺伦萨这种人主张军事外交 他整个美帝 从科西莫美帝到诺伦萨美帝 他们都是不太愿意打仗的 所以诺伦萨美帝是驻自己出使扛纳布罗斯 往纳布罗斯去 跟纳布罗斯冒谈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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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分针 由于这件事情 他本身也获得了佛罗伦萨的高度支持 所以说他能够,也不是说是佛罗伦萨统治 他能够在那个位置上 一直得到佛罗伦萨知识也是有道理 他确实有他的同理 他的两个儿子更厉害了 1445年,他的一个儿子叫乔巴尼·德瑞蒂奇 当权交王,就是约二十四 你看,扒基加人结束以后 他的儿子当权交王了 然后呢,再过几年 中间隔了两年嘛 他另一个儿子又当教王了 就黑王七世纪 也就是这段时间 这个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从1475年到1543年 半个世纪的这个罗马教皇后 也是被移架的 这个以后再看 在罗伦萨做一个曾孙女 嫁到法国去了 做法国皇后了 他老公意思说 法国皇太后 统治法国大半个世纪 不能说此前太后 也没有旅渔 有什么旅渔和武则天这么厉害 反正大半个世纪 他是法国的世纪最后统治 美利西亚在国中有这样巨大的影响 但是历史这一点就翻过去了 你看,洛伦作是1492年去世的 1453年的时候,印发百年战争结束了 法国开始出现了 欧洲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法国 1469年来,卡斯蒂亚和尼莎贝拉 也属于阿勒布的非洲南二十集中 这我先讲过吧 卡斯蒂亚和阿勒布连维成为新的西班牙王国 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都纷纷走上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的道路 对吧 1492年,罗伦托区 同一年的西班牙共克·罗里纳达 除了葡萄牙以外 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 大航开始了 意大利城邦 之前是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坦的城邦 闹来闹去的历史 这一页又翻过去了 西班牙和法国的决心 从1494年开始 长达半个世纪的意大利战争 西班牙和法国来针对意大利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讲法要讲到 等于是意大利文义复兴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城邦 彻底总要衰弱的一个转三名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介绍一下世界上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 1405年到1433年,结果下期了 1434年,科西默也提醒回到佛罗伦萨 对吧 这段时间,在历史世界武裁厂最热闹的是土耳其 14353年,土耳其共产军事团队 领导,拜托天经过这个期间 正宗的罗马帝国 不管怎么说,它是正宗的罗马帝国吧 最终结束了 后面的谁自称的罗马皇帝国 大家都不承认了 这个穆罕默德尔是一千层解作罗马皇帝国 1480年,土耳其军队在意大利登陆 引起意大利购物的巨大口网 意大利那边国家就说 听说土耳其军队登陆了 意大利不是有两个脚吗 土耳其军占领了这个脚 1480年,他说,这个1480年 这个穆罕默德尔就死了 军队就撤着了 意大利结果,啊,终于撤着了 原来都吓一跳 但是,唯一是限于土耳其长期的战争之中 长达了两百年 地中海东部地下岛云,经历了坚固战斗后 一一被土耳其占领 这里面有很多反复 土耳其的威尼斯的政治的重点不在一旦 虽然他有的时候跟佛罗伦萨结盟 跟米莱达,是有的 但他真正的重点,他的军队都在地中海东地 都在土耳其他 塞浦路斯是威尼斯的 克里特导是威尼斯的 那时候叫摩里亚,就是佛罗伦萨半岛 希腊的佛罗伦萨在半战形帝国被灭了 威尼斯就把波罗伦萨半岛给占领了 那些地方,威尼斯都土耳其了很长的时间 那个地方,临土面积要比意大利本土面积打波罗 在那些地方,埃及海上每一个岛 都有一个故事 就是威尼斯军队跟土耳其在哪里死动一场 当然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结果 是威尼斯一点点退学,土耳其一点点进来 另外一个事情是1502年,萨培王朝定的大不理事 那么开始进来了伊朗 伊朗的起来跟土耳其的强大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后来,神圣罗马、德国、欧洲这些国家 一看土耳其太厉害了 怎么办,他只能扶起土耳其后面的伊朗 让他去跟土耳其了 果然,到157年以后,土耳其就不再向欧洲扩张了 土耳其在那边,跟伊朗、跟埃及拉起来了 从事在美洲,阿斯泰克和印加土地崛起 阿斯泰克和印加土地崛起的时间都不长就遇到了大航海时代 其实这样都不长,并没有太约绝的联系 之前137年的时候,阿斯泰克 你看佛洛萨克国国成立的时候 阿斯泰克还只是一个小部落,还没有成为一个帝国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这样,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